然后为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来祷告 首先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的旨意 是要使你 完全地健康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我们 从神创造的角度 我们看到 神创造的人 都是健康的 没有疾病 从神救赎的角度 弟兄姐妹 主耶稣受殿上我们得医治 主耶稣流血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 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身体 是完全的救赎 完全的救赎 灵魂得救 身体得医治 从救赎的角度你看到 神是这样 神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也医治我们的身体 所以神的旨意 是使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 享受救恩 享受生命 享受健康 你只有拥有生命 你有健康 你才能怎样 你才能成就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不管你做什么 对不对 你工作 你开公司 你开工厂 你在职场上发展 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而一个健康的人 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在这些领域当中 有影响力 有发展前途 才能够完成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听估计没 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形象 一样是创造的 所以神的形象一样是 他是没有疾病 没有软弱的 神是健康的神 神是强壮的神 阿们 那么我们照着他的形象 一样是创造的 他是爱我们的 他给我们话语 给我们圣灵 给我们恩高力量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的职意 就是医治我们 注定我们是 拥有他熟天的医治 完全的健康 所以不要怀疑 不要疑惑 因为你疑惑的话 你就会失去信心 对不对 你就不知道 神愿不愿意医治 疑惑的话 就是给魔鬼留逼不 所以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分享到 信心的榜样 我们的祷告之前 祷告之中 祷告之后 都是根据神的话语 都是根据神的话语 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 我们听到 领受神的话语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来 喂养我们的灵 根据我们的思想 操练我们的信心 当你不但地听 不但地说 神的话语 那么 领你的力量 信心的力量 就会被释放出来 信心是来自神的话 同样的 神明也是来自神的话 世民 领你的力量 也是来自神的话 所以我们越发的 用神的话语 来怎样 来建造我们的信心 我们越来越知道 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都必是健康的 阿们 我们看一句的经文 雅各书的一章六节 我们来看圣经雅各书的一章六节 你看这里说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东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弹 所以这个信心求 丢起来 你看到没有 其实它就是凭着信心来要求 来宣告 来承认 所以这个求 他希腊文 这个新约的圣经 是希腊文写的 所以希腊文 它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这个求 不是我们理解的 那种苦求 A求 那种求 这个求 希腊文更深层次的含义 是要求 在信心里面要求 很有把握 很有信心 毕竟给我成求 就是没有 也要给我预备 也要给我造出来 所以它更深层次的含义 这个求 更深层次的含义 希腊文 是 就是没有 也要造出来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信心 就像你的 你的孩子 跟你之前一样 对不对 这是信心 他相信 你会给他预备 吃的 看的 用的 相信你会供应他 读书 教育 成长 每一个领域 他相信你 我们给他预备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 与我们 书神之间的关系 也是这样 我们是在 信心当中 要求 那么这是 从何而来的 就是从 他的话语而来 你透过 他的话语 你已经 明白 他就是这么 为你预备的 阿民 所以你听了 他的话语 在他话语中 建立信心 神就会 透过你的信心 相信 他的话语来 他就会 成就 在你的身上 所以信心 处于高峰的 接待 处于高峰值的 接待 你会不但地 相信和承认 神的话语 一致就是这样 哪怕是你 就是相信 一致神的话语 你注意思想 默想 相信 承认 宣告 是不是 这个默想 是不是 默想是什么意思 就是小声的 小声的在那里 在那里说 小声的念叨 不光是 那个 头脑的思想 意念在那里想 你的头里面 你会这样 你会在那里念叨 以后在那里说的 耶稣受冤上 我得医治 神是医治我的神 我是健康的 我是健康的 耶稣已经医治了我 神的旨意 就是医治我的 我从我到你 都是健康的 我没有一丝激 我没有一丝软弱 奉耶稣的命 我足强长寿 阿们 哇 当你这样的默想 看到没有 你在神的话语当中 这样的默想 这样的相信 当你不但地 这样的想 这样的说 疑惑 是从魔鬼来的 怀疑是从魔鬼来的 它就近了近不来 明白 那些怀疑啊 那些东西 都是从仇里来的 近了近不来的 为什么你还怀疑 是因为你没有 默想神的话 你明白了吗 如果你脑海里 想神的话 这个口里面 不但说 我是健康的 感谢耶稣 耶稣受病伤 我得的医治 我是健康的 诶 你在脑海里面 一直都是想着神的话 口里面 一直都是念叨着 是不是 说着神的话 那么 弟兄姐妹 那些怀疑啊 疑惑啊 这些想法 尽都尽不来 那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被神的话语 所掌管 明白 你的思想 就会被神的话语 所掌管 你身体 就会被神的话语 所掌管 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被神的话语 所掌管 而不是被疾病 掌管 不是被那个怀疑 那些东西 所影响 所掌管 哇 这是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你去看 探访一个病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透过他所说的话 你就知道了 他明不明白 真理 如果他不但地说 自己不行啊 自己太软弱了 病毒没严重 他自己多痛苦 不但地说着这些话 弟兄姐妹们啊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 他最需要的不是钱啊 你给他再多钱 解决不了问题了 你看到去 发水滴愁的 这些各种愁的 他解决不了问题了 知道吧 这个时候 你给他再多多钱 也解决不了 他疾病那么急 同样的 你给他光光 做一个祷告 好了以后就走了 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那么怎么样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了 就是要给他 分享神的话语 分享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进到他的心里面 让他的思想更新 让他在神的话语当中 建立信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个 老乡啊 他好久没跟我联系了 他就 那次他就跟我联系 他就想叫我去 去他们那里 我说去他干啥 然后他是 他是做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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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芝宝斯粉 他这个做的很大 他们是做直销的 然后他那个产业 他已经做的 他做的很有影响力了 应该是很挣钱的 他跟了 他跟他老头 而林芝宝斯粉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优点 他们经常在这讲 说是可以怎样 吃了以后 给身体的 这个细胞有好处啊 增强免疫力啊 进化血管啊 甚至能够怎样 能够预发癌症啊 治疗癌症啊 能够有这些好处啊 可是呢 他自己的岳父 他跟我讲 他的岳父就得了癌症了 他就是他的太太的这个 所以在他的那个医院里面住着 所以他就邀请我去 是他为他岳父来祷告 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 这个老乡 还有他的太太 都陪着我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在医院看他爸爸 他爸爸就躺在床上 还有他的那个 这个张牧羊也在 也在店上 那一家人呢 真的是愁容弥补 愁欲弥补啊 非常的忧虑戴心 但是这个老乡呢 他就他就说了 他说爸爸 你要醒开一点 你看我们以前日子都苦啊 以前他们都是穷苦人家 很贫穷的 这个吃的 他们用的都很紧张 赚钱很难 是不是 那时候多苦啊 多辛苦啊 可是现在呢 你看你看 他把他手机拿出来 给他的这个 岳父看 你看我一天 每天收入多少钱 就是几百块 几千块 十千块 多少钱 他每天都有紧张的呀 他就是什么都不干的 他说这个是管道收入啊 这自动钱就进来了 他就给他的 给他的这个 把医护看 他说你 就应该想开一点 好好想开一点 开心一点 就会好起来的 但是他再给他看收入 是不是 有再多的钱 这个住医院 这钱 肯定是够的 有的是的 看医生做手 就是什么都有钱了 他有钱了 但是再给他钱看 给他看钱 他还是不开心呢 还是不高兴呢 还是没有信心呢 他还是觉得就没啥意思 人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因为癌症呢 所以很惧怕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 接下来就领导我讲了 那我跟他讲什么 就这位 你跟他讲钱吗 讲钱没有用 是不是 你跟他讲什么其他的 都没有用 所以我就跟他讲什么 我就跟他讲神的话语 阿们 我就跟他讲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给我们带来信心 所以当我跟他讲神的话语 当我跟他讲 不但地讲神的话语 神是爱他的 神是拯救他的 神是医治他的 耶稣受癫伤 他得了医治 阿们 就讲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怎样 他的心灵就打开了 他就开始怎样 对神的话语 开始有信心了 开始有信心了 然后他就怎样 哇 我跟他讲到最后 他就完全打开了 完全 这个心灵完全打开了 完全释放了 因为给他讲神的话语 你看到没有 神的话语 可以给他带来信心 可以给他带来力量 阿们 所以当他明白神的话语 他知道神就是医治他的 对不对 知道神不给他定罪了 神也不看他的问题了 神就是给他提供帮助 提供答案的 神爱他顺过一切 他就开始怎样 开心了 喜乐了 释放了 自由了 他还怕什么呢 是不是 他就开始欢呼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听着 每一个人最需要的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在哪里 信心就在哪里 医治就在哪里 病魔就会离开和消失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面对这些有需要的 身体有医治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要鼓励他们 在神的话语当中 建立信心 建立信心 当他在神的话语当中 建立了信心 他就开始思想改变 心意更新 是不是 他的心意 思想改变 心意更新 他的焦点 就专注于基督了 专注于神的话语了 对 他的焦点就不再 专注疾病了 专注症状了 所以当他思想改变 轻易更新 关注于基督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开始承认 耶稣基督为他所成就的 弟兄姐妹 耶稣受 变成他 的医治 他就是健康的 耶稣是属于他的 他是属于 耶稣的 那么既然 他是属于耶稣 他就 不属于任何疾病 阿们 任何疾病 也不属于他 那么弟兄姐妹 他就开始选择 是不是 相信基督 相信健康 相信医治 接下来 他就不再选择 相信基督 相信荣光 相信疼痛 所以看到没有 健康是一个选择 信心的选择 当我们选择 相信 神是医治的神 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 健康是属于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属天的医治 完全的健康 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 阿们 所以今天 每一个神的耳朵 我们都要 必须的知道 主耶稣 他的十字架 是其他的经文 是前人类 前世界的福音 前世界的好消息 前人类的好消息 就是耶稣 基督的十字架 记住 他的十字架 他的经文 不仅仅是解决了 罪的问题 他也解决了 疾病的问题 主耶稣 他不但因我们的罪 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也因为我们的疾病 受到了边上 看了没有 所以神的儿子 代替我们 承受了罪和疾病的咒诅 这个疾病 耶稣已经代替了担当了 听我解决 他代替了担当了 所以今天呢 疾病就 你就不应该再代替 和担当 疾病就是非法的 记住 疼痛就是非法的 明白 疾病就不再属于你 阿们 耶稣 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疾病 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你要记住 耶稣的救恩 耶稣的医治 是熟天的理治 是完全的健康 我们从头到脚 都是健康的 阿们 这是谁做成的 这是主耶稣做成的 所以你对对这些病人 你就是要分享这些真理 这些神的话语 让他听这些话语 他心里面就会有信心 有力量 但他心里面有信心 有力量 然后你就开始用权柄 对不对 耶稣给我们权柄 是不是 这个权柄给了耶稣 权柄也给了我们 阿们 士林这样高谋耶稣 士林今天也瑞注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知道 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了 他受颠伤我们的医治 他受寻伤我们的平安 他代替了我们的疾病 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我们从头到脚 都是健康的 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 这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 然后我们再知道 他已经给我们权柄 给我们圣灵 所以我们就利用权柄 低档疾病 把疾病从身体上赶出去 是不是 从器官里面赶出去 奉基苏的你离开小时 奉基苏的你 是你的恩高和大能 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里面 每一个细胞里面 医治就会发生 健康就会来到 从哪里发生 从灵里面 彰显到你的身体上 阿们 从属灵的世界 彰显到物质的世界 奉基苏的你 是不是 这耶稣的医治 耶稣的健康 将会使你脱离 一切疾病的捆绑和下去 这就是我们相信神 祂的旨意 使我们完全健康 相信耶稣为我们做成的 当我们这样相信 这样承认 我们的话语 口中的话语 会结出果子来 这个果子 就是健康 就是医治 就是耶稣所做成的 哈利路亚 它会接出来 会进到你身体的里面 进到你的细胞 神明系统里面 器官里面 骨头里面 所以 每一个神的儿女 当我们明白 变得真理 你就会经历神 医治的大人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看感觉 不要再看环境症状 也不要再看报告 单单的相信耶稣 相信祂的话 相信主耶稣为你做成的 弟兄姐妹 医治就开始发生 阿们 哈利路亚 健康就来到 好不好 神祝福所有的家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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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谢谢主耶稣 谢谢圣灵 所有的家人 就是一个双手 无论你在哪里 哈利路亚 当你的心灵向神打开 来完全的相信祂 来相信祂的话语 相信祂的恩高 今天晚上 就是现在 你就会领受 领受 享受恩高 享受恩高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所有的家人 举起你的双手 举起你的双手 来祷告 来祷告 谢谢圣灵 哈利路亚 谢谢阿爸父 阿爸父 谢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 医治我们 拯救我们 医治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 建立信心 让我们的口 接出果子来 就是医治的 健康的果子 我们口中的话语 释放你 为我们成就的医治 彰显在我们的身体上 奉耶稣的名 祝福所有神的儿女 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 听到我们声音的 弟兄姐妹 神的儿女们 奉主耶稣的名 让我们的思想改变 心意更新 让我们的焦点 专注于耶稣基督 就是现在 我们相信 耶稣受变 让我们得一致 耶稣受 心法我们的平安 我们不但思想里 这样的思想 我们的口里面 也这样的宣告 这样的承认 哈利路亚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中运行 也在我们身体的 神经系统里面运行 让神话语里面的 理论 话语里面的能力 充满每一个身体的 细胞和器官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阿巴菲卡巴巴 菲卡巴巴 居心的手里 说 神经病 你 可爱 闻